7月13号指挥中心才宣布为解封 其中针对健身房有条件开放 不到一个礼拜 知名连锁健身房就传出有会员确诊 台北市World Gym站前店 昨天收到了卫生局通知紧急清销 今天起停业三天 22号才开放 而这名确诊的会员CT值15.5 显示病毒量非常高 他一连两天到这里运动1.5个小时 市府也不敢大意 公布了这名确诊者的足迹 健身房大门深锁走廊漆黑一片 只剩墙上灯条照亮防疫指引 因为传出有确诊者来过 18日紧急关闭清销停业三天 该知名连锁健身房站前店地点 就位在台北车站附近的一栋大楼内 这里平时有不少人会跨区前来运动 会员规模算是不小 离13日为解封开门迎客才不到一周 会员一早来扑了空 才知道出事了吓一大跳 早上6点多就有运动 可是看到铁门拉下来 我就直接走下来 那个人员在一楼 对 他就有举牌子跟我说 直接修管 还蛮讶异的 就是才刚解封 想说可以来运动一下 就没有这样 确诊会员室指挥中心公布案 15515 CD值偏低病毒量高 北市府决定公布足迹 13 14号下午5点到6点半 曾前往运动 往前回推14天 4号去过高铁台北站 总理华泰民品城 12到16号都在自家开的汕头异面店 那因为这个个案 它的CT值是15.5 所以是比较低的 这是它的比较长的行踪 13号为戒风才宣布健身房有条件开放 中央会不会因此修正健身房防疫指引 也引发讨论 健身房有足迹 那就降了它一个营运的人数 那其实这都是在应变计划里面 好不容易疫情区换 能松口气出门运动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健身民众不免有点紧张 记得张立川刘卫城 台北大导